看看你们的生肖 今年2022年 五太岁翻太岁了 今天特意来到历史悠久的一间 先是四爷公拜太岁 他就坐落在吉隆坡赤长街附近 炎热的天气 加上长长的人龙 可说是血上加霜 基于SOP原因 庙里只允许不超过20个人进入 看看你们的生肖 今年2022年 五太岁翻太岁了 看排到现在 11.9个字 大概排了等45分钟 从外面排着进来 到里面这边 还是有人家在排 所以还是要等 不过离目标越来越近了 基隆坡赤四爷庙 拥有158年历史的 先是四爷庙 开放时间是由早上7点至下午4点 这里不仅能安太岁 点灯 球签 而且还有祭虎也 打小人服务 一般上 我们每年都会查看自己的生肖有没有翻太岁 有的话赶紧去庙里安一安太岁 但无论你有没有翻太岁 都可以到庙里来安一安太岁 求个心安理得 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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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这个是十块 十块 十块 这个是里面拜拜 太岁那边进去 在里面的 对 你进去了 他们会教你怎么样拜 好 谢谢 OK 谢谢 谢谢 好 今天就来了 在我对你什么呀 都没给你 我这种 的 patrol 让你 我 那 跟 我 然后 我 好 我 好 foot 我可以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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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拜完了 今年五年也是我第一次来这边拜太岁 所以跟以往的拜太岁的经历有点不同 就是说以前的其他的神庙是 只是要付一些费用 他会帮你拜太岁 然后到年尾的话他会直接帮你还太岁 那么这边的四爷的庙就有点不同 就是说他会有一个人亲自帮你写你的圣诊八字 然后在里面拜太岁也是你自己亲自拜 亲自拜了之后年尾的话是一定要亲自过来这边还的 那么刚刚问了这个庙里的师兄 他就说还太岁是在杨历的十二月一号开始 那么所以说如果有三男性也要来这边拜太岁的话 那么记得到年尾的话一定要过来这边还 十二点半 哇 大概两个小时有没有 刚才我们几点啊 十一点大概十一点哦 一个小时半啊 大概用了一个小时半 人财还是比较多 那么如果有想拜太岁的话 来这间先试试野宫 他是要坐落在 体重该这一带的 一定要早一点来 不然就会很多人 好了今天拜太岁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拜拜